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行们 大家好 华语有家座 我是树本熊木 人们都说股市凶险 可有无数的人想在这风险当中一夜暴富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到底如何在一天当中豪取数亿港币的故事 让我们再次带上窃听器 进入了瞬息万变的金融世界 荒漾的房间之中 曾经的富家子弟司马念祖 正一面看着称券商人老罗的电视采访 一面虎视眈眈的盯着监视器上几位老人不同的画面 原来他们正伙同老罗兴奋的聊着 下一步的违规操盘计划 却没想到全部都被屏幕面前念祖详细记录了下来 打完电话的老罗去车上路 他与刚刚几位老者 是香港资产规模最大的股市操盘手 近些年更是赚的盆满钵满 然而实际上在他们背后 还有一位隐藏的大佬 换作童哥 这时候老罗很快就发现了 正在后面跟踪自己的念祖 现在他着急的需要停车 跟童哥对话 因此为了甩掉后方的念祖 老罗不惜加速变道 却也因此被牵扯了大部分的精力 导致意外遭遇了车祸 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被装的粉碎 负责这起案件的 乃是隶属于香港保安局下面的和瑟 这保安局乃是香港专门负责反恐等重大案件的部门 第二日他特意就来到了医院 探望老罗原来他会插手此次事件 都是因为在老罗的车上发现了一个军英的窃听器 万一这极有可能和恐怖事件有关 老罗自然是马上否定了自己早上被跟踪的事实 对赫瑟的调查并不配合 赫瑟不慌不忙的表示 那枚窃听器的信息收取范围大概只能在1000名以内 而窃听器已经在他车里装了足足有一个月 想必有很多的商业机密都已经被偷听过去 赫瑟为人很是干脆 他表示自己只对安装窃听器的神秘人比较感兴趣 况且他早已经把老罗的发家屎摸透 并明确的表示 自己对他那些操盘的违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兴趣 老罗现在也只有前行答应合作 到了第二日他偷偷的告诉妻子自己已经被人跟踪 而身为律师的妻子已经帮他调查了赫瑟一番 原来赫瑟的妻子曾经也是律师 在08年的时候曾经因为投资失败而私自挪用了客户的钱 甚至情节严重到需要去坐牢 最终被赫瑟直接亲手抓获 这件事情过后 赫瑟便再也没有升职 只能在保安局做个小队长 罗夫人很是担心 这赫瑟既有可能对同样多股票 却能赚得盆满钵满的老罗产生恨意 让他不得不防 这边赫瑟经验十分老道 在老罗的办公室看了一圈 很快就发现了念祖的藏身之地 带着一群同僚赶紧前去抓捕 却被反侦察力极高的念祖轻易流走 赫瑟马上就紧跟着念祖的步伐拐到了一处小巷 与躲藏着的念祖正面交锋 然而护者伸手不凡 几下就让赫瑟打翻在地 顺利逃走 尽管赫瑟马上就命令了封锁整个街道 却还是被坐上公交车的念祖顺利离开 这辆车正在驶向老人院 上面的老人都与念祖十分的熟络 这其中更是包括含有老年痴呆症的念祖母亲 他亲密的一代念祖的肩膀 如往日一样把儿子武当成了自己的老公 难得清醒的母亲一直在催促着念祖 一定要尽快找到那位幕后的大佬 以便为父亲报仇 况且他的老年痴呆已经越来越严重 更是在念祖父亲去世过后 自认为连他自己都已经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望着迷糊的母亲念祖配合着他演戏 两人陷入到了父亲的回忆当中 回到房间过后念祖亲车熟路的 就侵入到了警察局的内部系统 调出了褐色的档案资料 这一刻他似乎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帮手 老罗来到了一间办公室 和那几位老者会合 他们正是在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地主会 自73年古灾过后 这几个背后有着靠山的金牌经纪人 便在这个房间里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秘密聚会 最早几人只是看不惯外国人在股市上 对华人企业的侵略 这才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拯救了众多的华兹公司 慢慢的尝到了甜头的他们 便开始瞧取豪驼 靠着操控股市成为了指手遮天的金融黑社会 直到7年之前的金融海啸 详书帮助了老罗索操盘的利心电子公司 在金融海啸当中顺利翻盘 后老罗索正在操盘的利心电子 正在被老外恶意收购 所谓的恶意收购 其实就是在没有获得该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认可之下 而发起的收购计划 他们通常会在股票市场拿到足够的份额过后 将一家公司强制的剥离主体业务再将之卖出 关于恶意收购 我之前比较系统的讲过一期 门口的野蛮人 我会放在知景的评论当中 有兴趣同好可以去看一看 此时操盘的老罗在老外的资本面前 早已经是淡尽凉绝 没有任何的资金能够再支撑下去 好在祥书及时出手 算是帮老罗度过了难关 数天过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雷曼破产 再加上币时 再来的各种压力 网图收购利心的老外 赶紧将手中的利心股票全部低价抛售 而老罗则借机将其全部买下 等于是让老外在高价买入又在低价卖出 老罗也算是彻底帮利心守住了控股权和大股东的位置 这步操作令老罗名声大噪 顺利成为了有头有眼的金牌经纪人 继续为地主会而效力 在那之后不久 祥书就因为做内幕交易而被捕 被捕之前 有心掺悟的他将自己的地主会汇集 让回了老罗 回忆完过往 我们继续回到影片的故事当中 第二晚老罗来到了地主会的包房 六个人时常在这隐秘的空间当中开会 老罗这才说出自己刚刚被窃清的消息 令五位老者颇为慌张 但好在窃清器乃是警察发现的 那么至少就说明不是警察自己亲自安装 至于那位隐藏在幕后的大佬童哥 听到老罗已经被跟踪 远在国外的他立刻就通过电话 冷硬的部署着应对的措施 警惕起来的地主会成员回家各自搜索 裹不起来就在房子和车内也发现了窃清器 回到家后担心丈夫的罗夫人 再次问起老罗是否想逃走 后者却沉默不语 妻子知道他此时并没有做好决定 于是也并不催促 既然烦心事那么多 不如来一场大汗淋漓的锻炼 抚摸着妻子的肩膀 老罗感叹起了自己住今所过上的好日子 并由衷的担心这样的生活 或许有一天终究会因为自己从事的犯罪行动而终结 第二日正好是和夫人出狱的日子 和瑟特意来接妻子出狱 虽然她竭力的做出各种热情的样子 可丈夫亲手将自己送入监狱的事情 却终究不能让妻子释怀 悲伤的他主动提出了分开 而心怀内疚的和瑟也没有过于阻拦 另一遍老罗接到了念祖快递过来的电话 后者用自己进些日子通过录音所掌握到的犯罪证据 对老罗进行威胁 被让他必须时刻带着这部手机 老罗一向都是稳操胜券 此刻却连威胁自己的人究竟是谁 他都不知道 另一遍的念祖此刻已经遭到了同哥所派的杀手袭击 在逃跑的路上正好遇到了开车经过的和瑟 和瑟紧接着就跟了过去 正好在断桥边揪下了摇摇欲坠的念祖 可念祖却丝毫不理会对方滔滔不绝的提问 而是指责他既然已经查到了地主会有问题 为何却迟迟的不作为 并趁机抢坐了他的车辆 有一天和瑟的妻子打算卖掉房子 一个人拖着行李便离开了 帮着妻子留下戒指 何瑟尔知道自己恐怕已经难以改变对方的本性 如今他只能更加积极的去投入工作 他带着念祖的画像找到了老罗 并向他询问关于地主会的事情 老罗并没有正面作答 而是给何瑟尔展示了如何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以100元本金的股票便赚到了3000元 何瑟尔要求老罗必须为自己和同哥牵线 以便抓获念祖 下了班之后的老罗则继续被坚持的警方所跟踪 好不容易甩掉了他们来到地主会 却发现同哥已然回来 并查出了窃听地主会的人 竟然就是已故祥哥的儿子念祖 原来当年地主会的内部曾有过一个约定 如果组织当中出了任何的事情 就有年纪最大的那一位去挡住获释 而祥哥当年就是因为这样才去自首被送回监狱 同哥知道念祖针对的是他自己 而下次出事也该由年纪最大的他全部担下 可老奸巨华的此人又怎么会愿意轻易妥协 很快他又发现前来应约的几人用的全部都是同一款手机 原来念祖分别跟几人全都秘密联络过了 大意是只要他们帮助自己用这款手机录音 自己便不会公开他们录音当中关于违规操作的记录 最终童哥决定将这些手机通通没收 并用此跟念祖打起了电话 他先是若无其事地与对方套着近乎 问对方到底有什么要求 念祖也毫不客气 向他要了5000万股交易代码为749的股票 原因是这是他爸祥哥当年自己买来的 这749最近一年以来流动性太差 童哥马上就觉得有些不妙 现在这749虽然每股只有5毛钱 哪怕是5000万股也不过只有2000多万 可怕就怕得这股票明天会出什么幺蛾子 他当即就要求老罗明天全力扫获749 一定要买够这5000万股 对童哥而言多花点钱买些平安 他觉得并不算亏 聚会结束过后 童哥将老罗单独留了下来 搭油调马地主会的未来交到他手里的意思 人到老罗回到家后 却发现了家里早已经被警察包围 可谁想满脸失血的念祖 却已经早一步进入了房间 以其父亲当年对老罗的帮助为由 以此说服他帮助自己 到了第二天一早 老罗知道今天必须要扫完5000万股的749 任务纪律的监据 股票市场有卖才会有买 老罗当即毫不客气的便提价了百分之百 开出了一块钱一股的单价收购 在之后的数个小时里老罗大幅度的买入749的股票 导致749的股价一路疯狂的飙升 没过一会股价便涨到了4块 很快又到了5块 而这时候 赫瑟也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念祖绑架 在电话的留言里 念祖让赫瑟分批次的 在今天将袋子里长安基金所持有的749股票全部抛售 此时一边是赫瑟为了妻子的安危 再用高价抛出股票 另一边则是老罗按照地主会的命令 再用更高的价格进行接盘 童哥一面是心同树意资金的流失 一面又面临手下通过反定位装置将念祖绑来 原来市面上抛出749的基金会 正是疗养院名下 而里面的股东全都是疗养院慈善基金的董事 念祖的父亲祥哥就是他们最初的经理人 这边念祖被童哥绑到了地主会 两人针锋相对 念祖面对童哥威胁他 如果今天不把高价的749股票买入5000万或者杀死自己 那么记录了地主会几人造势的录音 就会被自动烧传到一个大型的股票网站 这边何瑟终于知道原来正是老罗在一直收购自己抛出的股票 于是赶紧怒气冲冲的赶来老罗的办公室 以职务职点半威胁半打听的询问自己妻子的下罗 另一边知道了今天已经犯下无数违规套路的老罗 没有理会他的威胁 自己甚至为了最后的500万股 更是直接自己买了自己刚刚卖出的单子 之后他终于将钥匙交给了何瑟 让他去找一找自己的老婆 这边749的股价还在不断的上涨 气急败毁的童哥索性去向念祖承认了自己曾经杀死他父亲的事实 原来当年这祥哥手握地主会造出的大量证据 威胁童哥金盆洗手 转向搞慈善的基金会以便帮助更多的华字企业 然而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童哥自然不会愿意同意 更是故人在监狱里将祥哥暗杀 得知了真相的念祖继续用语言刺激着童哥 最终被对方连开竖枪射杀身亡 另一边的何瑟终于找到了被绑多时的妻子 经历了生死考案的两人 终于算是兵士前线拥抱到了一起 妻子给他看了一下念祖留下的手机 上面有着一个GPS的定位 原来之前念祖特意将定位用的芯片放在了自己的身体里 到时候一旦自己遭遇不测 何瑟便可以根据GPS找到抛尸的地点 从而成功的逮捕童哥完成自己的复仇打击 而何瑟之后又在念祖的手臂上同时还找到了窃听器 里面记录下了念祖被杀的全部过程 在顺利逮捕童哥过后又过了半年 出狱的老罗终于在疗养院和何瑟碰面 两人一起约定要好好照顾念祖的母亲 他一个人在那里单单的望着电视 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丈夫和儿子陪伴在左右的天文之乐 或许对于宝经苍苍的母亲来说 老年痴呆也是一剂安危的良药 至少在梦中他只记得快乐而忘却了现实的残酷 相信看我窃听风云系列的朋友们 一定会对其中先进专业的窃听设备 紧张刺激警匪游戏以及高潮迭起 又布满了悬疑的故事情节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影片当中窃听三人组的扮演者 刘星云 古天乐 吴彦祖出神入化的表演 不仅是三部商业电影的最大卖点 也成为了该片令人承受的重要元素 至于吴彦祖 所有人笑称 他是个被美貌耽误了的演技派 当提起他的作品时 你会想起美少年里青涩绝美的Sam 新杂师妹当中帅气痴情的海门 抑或是在《心理查》故事当中邪魅狂妄的阿祖 很多人仅仅用一个帅字 就概括了他在整部电影当中的表现 可惜却很难看到他在演技上所付出的努力 如今他的发际线以往越来越相似 让人不仅会担心他是否会成为下一位莱昂纳多 在后半生疯狂的去逼迫自己向影帝发起冲锋 在《切听风云》第一部里 吴彦祖所饰演的林一祥 他的戏份并不算多 可他流然在斯文如雅的外表之下 暗藏着野心的模样 以及摇摆于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内心戏 还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徐氏导演看上了这位帅气演员身上丰富的可塑性 于是在第二部的创作当中 不但给他增加了戏份 还给了他一个亦正亦邪 几乎挑战性的复仇杀手角色 不知道尔东生这位导演 是否为人有自己独特的暴力美学 帅气的吴彦祖在几电影当中 先后在《望角黑夜》里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切听风云》第一部中被勒死 在第二部中被乱枪打死 不知道得把多少女粉丝看得心疼不已 至于刘青云依旧在善恶之间摇摆 他渴望地主会带给他的金钱名利 却又无法对领如人降落的儿子彦祖视而不见 家庭的戏码最终则又放在了孤宰的身上 这一部里他所实验的合死与妻子有了更深的矛盾 许是戏份被减少的原因 反而让他显得更像是一个丹片型的人物 一直秉持着刚正波的职业操守 连帮助念祖都是在妻子被绑人的威胁下 才被迫出售 本片中的三人组不再是一出场又亲密无厌的兄弟 没有机会 没有商讨 全盘计划都是念祖的一手操作 所有的人都只是他的一颗棋子 这样的设定为影片增加了三方斗智斗勇的精彩互动戏码 也让念祖想办法拉两人入局的心理拉锯战 现在有来有回寒暢淋漓 我的命扭过自己操盘 《青零风云2》回顾了70年代的香港股灾金融海啸 或许也是隐隐约约的想要通过创新和发展 让香港的经费片重获生机 回归到那个黄金年代的繁华 这不但是贯穿了全片的中心主题 更是香港影人借决策之口所说出的真心 尽管由于内地市场的繁盛 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来到大陆摸得一线市场机 而作为合拍片的《切丁风云》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人不断的在内地市场的需求 和香港电影的内核中心之间寻找着平衡 正如那句话所说 港片的命掌握在所有香港电影人的手中 我是树根秀木 感谢您想的与我一起去读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